龙江一号与龙江二号将开展超长波间文观测,国家航行局视频截图,5月21日清晨,中国从西舱卫星发射中心,用长根四号柄,运在火箭发射了明雷雀桥的长额四号中进行,同时升空的还包括两颗超长波间文观测为卫星,龙江一号和龙江二号,他们将组成编队环绕月球飞行,为探索宇宙的黎明时代奠定基础。 中国科学院国家新闻台宇宙暗物质暗能量团组首席研究员,星系宇宙学部副主任陈学雷介绍,宇宙大爆炸结束后,进入黑暗时代,在光流引力作用下,远处扰动逐渐增长形成第一代恒星和星系,宇宙进入黎明时代。 陈学雷说,宇宙的黎明时代,是科学界第一个新的研究热点。宇宙的黎明具体是什么时候到来的?宇宙怎样迎来曙光?宇宙里的第一代恒星有多大? 很多问题科学家至今都还具有猜测,需要通过天文观测来帮助解答。宇宙黎明时代的中性性可能产生波长为21厘米的吸收普现。 这就好比是黎明的招侠,我们就是要通过超长波射电观测,去寻找宇宙黎明的这个特征。 陈学雷说,虽然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等国的科学家,在地面上,开展了很多针对宇宙黎明时代的天文观测,但是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实验结果。 而有的探测结果成的很大争议,月球背面成为空间科学探测的理想之地。 国家航线局视频截图,陈学雷说,地球大气的电力层以及地球上产生的人工电磁干扰,对探测有很大影响,所以这一观测最好到太空去开展。 据介绍,射电观测接受遥远天体发出的射电辐射,是研究天体包括太阳、行星体太阳系外天体重要手段之一,但由于这些天体距离遥远,电磁信号十分微弱。 在地球上,日常生产生活的电磁环境,会对射电天文观测产生险助干扰,因此天文学家一直希望找到一片完全明镜的地区,先听来自宇宙深处的微弱电磁信号。 对天文学家来说,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明镜之地,月球屏蔽了来自地球的各种无线电干扰信号,因而可以监测到在地面和地球附近的太空无法分别的电磁信号。 将来研究恒星起源和金鱼演化提供重要资料,有让帮助科学家窥视宇宙黑暗时代和黎明时代的信息。 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发射过两颗观测超长波段的卫星,但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,并未获得良好的观测结果。 在这个波段上,我们至今连一张好的前途都还没有,陈学雷说,包括陈学雷在内的中国与荷兰科学家提出一项新的太空探测计划,发射一颗主星,以及若干科小卫星环绕月球飞行,当卫星绕到月球背面的时候,就可以把地球的干扰挡住,开展观测。 而卫星绕到月球正面时,就把数据传送回地球,中国科学家尝试到月球背面探测宇宙的黎明。 国家航行局视频截图,与嫦娥四号中级星雀墙一同发射的龙江一号与龙江二号微卫星,就是为这一计划开展技术验证的。 这两颗微卫星,由他尔滨工业大学与中科学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联合研制,陈学雷率领的科学团队负责数据分析。 探索宇宙离明是长远的目标,龙江一号,龙江二号还只是一个初步的实验,一气自身的电磁干扰较大,观测时间也非常短,还具有局限性。 但是他们可以为我们今后的探测计划奠定基础,陈学雷说。 他介绍,中国科学家已经开展了超超波天文观测阵列背景型号的研制,对一些关键技术开展公关。 据了解,嫦娥四号中级星上,还搭载了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仪,而嫦娥四号逐漏器上也将携带低频射电探测仪, 他们将一同聆听来自宇宙更深处的商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